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几乎看不出来 陆师兄现此彻底的绝望了 随之拼死之心大起 目中逐渐流露出了疯狂之意 他不声不响的猛然把青椒提上仅存的那点法力往回一收 让青椒提刹那间恢复了原形 直接从空中掉落了下来 然后丝毫不顾直冲他斩击过来的巨剑 就用这些法力迅速凝结成了一道巨大的锋刃 毫不犹豫的狠狠甩向了韩力 韩力见此心中一领啊 急忙在对方锋刃甩出来的同时 操纵起巨剑 往对方头顶指展下去 然后看也不看后果如何 身子猛然一窜 人已经冲出了数丈远啊 经过几番交手之后 韩力和深知锋刃的速度实在惊人 若不施展罗烟布赶紧躲开 没有丝毫防护的他 还真有可能措手不及的被一斩两截 那可真是死不瞑目了 锋刃的确非常快 韩力这边刚刚窜出 他就已经到了韩力原来的战力之处 但是一拐弯 竟然尾随着韩力逃脱的方向 又再次击射过来 韩力不及多想 把罗烟布发挥到了极限 在这一小块地方上不停的左拐右转 竟隐隐的幻化出了数个幻影出来 让那锋刃如同尾巴一样紧随其后 虚有拐弯追赶不及 韩力很清楚啊 若是直线奔跑肯定跑不过锋刃的极速斩机 只有用小巧的唐挪功夫 才有可能赞保无忧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敢放弃防御法术的主要原因 吐吐一声 那锋刃突然失去了控制 直级的鞋飞到了泥土里 切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槽之后 消失不见了 韩力尝出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才把迪的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 用世俗界的轻功身法来躲避修仙者的法术攻击 还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韩力一屁股坐在地上 然后抬起头朝对面望去 只见那堵封墙已消失不见 原本躲在其后的陆师兄一分为二 直挺挺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两片尸身的上方 巨剑散发着淡淡的灰芒漂浮着 只是光芒惨淡无比 韩力抬手冲着空中招了一招 那巨剑立即掉过头来飞射回去 等到了韩力面前的时候 就还原成了浮露形状 轻飘飘的往其手中落去 韩力刚要伸手去接子福宝 福指却在下落过程中 刺拉一声 无故自然起来 片刻之后就成为了一团灰烬 被山风一吹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见此情景 韩力呆了一呆 但随之脸上就露出了苦笑之色 此福宝算是彻底的报废了 他所剩不多的威能在这一场耗时太久的拉锯战中 终于消耗殆尽 这让一身知道福宝价值的韩力大感心痛 但是又无可奈何 毕竟能击杀陆师兄这么一位强敌 那不付出点代价 这怎么可能呢 不过对方的内感青椒旗 倒是件很不错的战利点 足可以弥补此福宝的损失了 更别说还有两颗助击丹在等着他去搜刮呢 想到这里 韩力不禁心花怒放 觉得此次恶战大有所值 如果能服用此助击丹就能助击成功 那他就不用再冒期间去参加什么血色试炼了 毕竟在那里像陆师兄这么强的修仙者想必不少吧 甚至比他更难缠的恐怕也有那么一大堆 过了一会儿 韩力拖过西娜手中的灵石 觉得法力恢复了少许 就先站起来 想把那离他不远的青椒旗捡起来再说 可刚一挺腰站直的身子 丹田处就传来了剧烈的刺痛 如同有无数钢针在那里猛扎一样 这堂的韩力再次弯下的腰 脸色苍白无比 好一阵的是刺压咧嘴 韩力身子一动不动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呢 才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刺痛减弱了一些 韩力的表情有些郁闷 嘴角抽动了几下 为何会这样 他可心知肚明啊 这是刚才呀 生吞一大堆有一定年份的药草所制 虽然这些药草内的灵力被他及时吸收了一些 但是更多的则聚集在了丹田之处 成了外来异物 其中呢 还掺杂着许多说不清的其他药性杂质 如果不及时驱除的话 肯定是后患无穷 韩力虽然明知这种硬吞灵草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肯定会反泪其身 但当时啊 为了保住小命 也只好冒险一事 果然这种强行吸取灵气的手段 让他在这场持久战中帮了大忙 但仅凭吞食草药 还不足以让韩力坚持到最后 除了中间灵石提供灵力的速度比对方快之外 他能取胜的另一个关键 还是在于把自身的防御法术 水罩术给取消了 这在前两年学习研究施法小技巧的时候 韩力无意中从无风那里得知 现在大部分的低阶弟子在使用浮路时都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都以为除了激发浮路时的那点灵力外 浮路是不会消耗使用者任何法力的 这其实是个错误的认识 实际上浮路一经激发 其施展的法术还是通过一丝丝灵力始终与使用者相联系的 为的呢 就是方便施法者控制运用此法术 如果法术始终没有消失 使用者就会自动的不停损耗法力来维持此灵线 因为这种灵线呀 炼气期的弟子无法看到 更无法感觉到 而维持其存在的法力在短时间内又是微乎其微 所以大部分的弟子就此忽略了过去 这才有了上面的错误认知 即使有几个知道实情的弟子 也觉得此种事无足轻重 所以就没大张旗鼓的在低阶弟子中外传 而乌丰就是知情人之一 他就在和韩力闲聊的时候随口说了出来 但是呢 却为韩力有心的记住了 最后呀 还做了几次实验 亲身体验了一下 果然不假呀 结果呢 在这次的恶斗当中 韩力一经察觉会是持久战之后 就立刻想起了此事 于是果断的撤销了防御法术 为的就是节省更多的法力下来 虽说乍一看 似乎微乎其微 但是时间一长 其法力消耗可以不轻啊 而显然那位陆师兄不知此事 心慎小心的他 始终都维持着那个要命的封墙术 却不知就是这个封墙术 让他进一步的走上了绝路 就这样 韩力最终靠着这点省下来的法力 比对方坚持的更耐久了那么一些 否则呀 仅靠着上面那两个优势 他还真不一定能耗得过对方 尽管如此 韩力还是觉得 此次胜得极为凶险 如此百般花样尽出 才只是堪堪保住了小命 对方的实力还真是应在他之上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最后活下来的还是他 韩力在觉得疼痛更轻微了一点之后 还是按耐不住慢慢挪移了过去 他磨蹭到了青椒旗掉落之地 才勉强低下身子 把此法器捡了起来 然后欢天喜地的审视了好几遍 喜滋滋的收进了储物袋 接下来呢 他又来到了陆师兄的尸身前 略微厌恶地浏览下 极为血腥的画面后 就摇摇摆摆地搜索起战利艇来 对方的储物袋很容易地 在半片尸体上就找到了 韩力不客气地当场把东西 从储物袋中呼啷地响 都倾倒了出来 那装着筑机单的清瓶和盒子 一眼就被他给看到了 他心中大喜 也顾不得去看其他的东西 急忙弯身把盒子和瓶子捡起 然后打开了检查 果然里面都有一粒蓝灿灿的丹药 虽然味道吧 有些刺鼻 但丹药中 用了韩的强大灵力 他还是能感受到一二的 韩力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既然确定了 这注机单是真的 那他也没心思现在去辨认其他物品 毕竟这里刚发生过大战 不是久留之地 还是赶紧溜之为上 韩力 麻利地把东西都收了回去 再把洛师兄的橱子 小心地贴身藏好 才稍微放心了一些 不禁站起了身子 伸了个懒腰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身后风声响起 似乎有东西猛扑了过来 韩力大吃一惊 急忙想侧身躲开 但忽然丹田处一阵剧烈的疼痛 身形顿神一致 接着整个人就被一个 滑腻香喷喷的女子的身体 一把给大力抱住了 韩力惊恶之下 争了几下 可是因为丹田刺痛 再加上大战刚过 四肢无力 实在挣脱不开 见此情形 韩力虽然已隐隐猜到了 身后之人 但还是忍不住 回头望了一眼 可是脸孔刚转过一半 一个娇艳秀丽的面容 就以香腻的紧贴了上来 还不停的用香唇 狂吻着韩力 果然是那位 原本动弹不得的陈师妹 此时的陈师妹呀 满脸痛红 一双秀木 往外喷射着情欲之火呀 原来不久前 这位陈师妹 虽然因为风速之术 动弹不得 但是 韩力和陆师兄的大战 却一点也没波及到他 所有争斗 都避开了此女所躺之处 大战过后 他竟毫发未伤 在争斗开始的时候 何欢丹的药力 其实呢 就已经发作了 陈师妹 被情火烧的是神志不清 满目的幻觉 一心只想与人求欢 但当时 由于束缚法术尚在 他无法动弹分毫 倒也显得老实 只是内心深处 被情欲折磨的是 叶发的饥渴 但就在刚才 这法术时效终于过去了 刚得到自由的陈师妹 在满腔情欲刺激下 根本不加思索的 冲向了此地 唯一的男人 韩力 并且能紧紧的抱住 这就出现了上面 香艳至极的一幕啊 韩力 那可是 货真价实的同男子啊 北陈师妹 这一阵亲吻之后 就觉得心中一道 一种异样的感觉 涌了上来 再加上 他从不标榜 自己是什么正人君子 对坐怀不乱那一套 也不懈去做 所以有些情动的他 毫不客气的 反手搂住了 陈师妹赤裸的身体 手指呢 更在其光滑如丝的肌肤上 大肆浮动起来 经过陈师妹这么一挑逗 韩力的浴火也起来了 虽然陈师妹还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 但天生的求欢本能 还是让他开始去撕扯 韩力的衣裳 陈师妹的这一举动 却让有些神魂颠倒的韩力 清醒了几分 他不敢再纠缠 玩火下去 前往右手一翻 一张定神符出现在了手中 然后勉强提起刚恢复了些的 些微法力 施展出了定神术 把陈师妹再次约束了起来 接着他轻轻一挣 就从陈师妹的香怀中 挣脱了出来 再把子女轻放到了地上 韩力顺势半蹲在陈师妹的身旁 低头端详起 此女春情勃发的诱人交融 然后目光一扫 不由得在其凹凸起伏的赤裸胶躯上 停留了下来 他很清楚 只要他愿意 眼前的幽物 马上就能令他尝到 消魂入骨的滋味 会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可是吃看了半赏之后 韩力还是会把目光恋恋不舍的挪一开来 又回到了此女的脸庞上 他皱了皱眉 突然伸出一根食指 往那微张的杏唇上轻轻一抹 感受到了湿润与滑腻以后 又快速收了回来 往鼻下亲吻了起来 真的是合欢丹 看来那个人没有说谎了 片刻之后 韩力把手指放了下来 自言自语的说道 大美女啊 看来你的运气不错 如果吃的是其他春药 恐怕真要腊手催花了 不过即使是合欢丹 那就没有必要了 想来我现身之前 你就已经进入了幻觉 根本不会记得我的面容 韩力单手倾托起此女的下巴 望着他迷醉的美目 轻轻的说道 其实呢 最保险的方法 还是应该让你从这世间消失最好 毕竟即使是幻觉 还是可能留有一些 若有若无的印象 即使这个几率非常低 但你应该庆幸啊 我虽然不是个好人 但也不是什么狠毒尸杀之辈 对女人的心肠嘛 那就更软了 若是个男人的话 想来我早就一刀砍了过去 哪还会像现在这样犹豫啊 韩力继续自言自语 脸上有一些无奈的苦笑 说完这话之后 韩力默然了片刻 死盯着女子娇美的面容好一会儿后 突然低下头去 猛然亲吻上了 女子娇艳欲低的姓淳 并有些笨拙的吸引了起来 而女子也热情似火的给予回应 好半天的销魂之后 韩力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女子的香淳 这男女之事还真是奇妙 即使不能真销魂 亲这一口也就算是救命之恩的报酬吧 韩力一副绝不吃亏的样子 至于此女子的助击单 则因为是从陆师兄手中夺得 韩力自然不会再提啊 唉 你现在的样子还真是让人动心 若不是听那马老头说过 原阳原阴之体的男女 其助击成功的概率能够更大声一些 我又怎会拒绝这种好事啊 去被迫玩什么坐牌不乱 唉 气死我了 韩力开始脸色还很平静 但说着说着就摇了头了 骆驼深感遗憾的样子 毕竟一夕之欢和修仙大业 谁轻谁重 韩力即使在浴火上身 还是分得很清楚 至于那位陆师兄 为何能毫不在意的 想要迷奸此女 韩力不用脑子想 也能猜得出来 看他那副小白脸的风流样 其原阳之体恐怕早就破了 所以才能无所顾及 而且恐怕这也是其对自己铸鸡信心不足 迟迟拖到现在还未敢服用铸鸡丹的原因之一 如今倒好 便宜了韩力 韩力既然心中主意已定 就不打算浪费时间了 他先用火弹术 在不远处 砸出了个大坑 把陆师兄的尸首扔了进去 然后再一把火 将尸体化为了白灰 用泥土填平了他 来了个毁尸灭迹 接着呀 韩力又在争斗的地方呢 将一些过于明显的痕迹 用储物袋里的一把长刀 给刮划的稀巴烂 让人从中看不出丝毫线索来 这才给陈师妹 披了一件他自己的衣服 夹带着他 赶紧飞离了此地 韩力知道 这个地方凶多吉少 多待一会儿都会有 性命之忧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78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